唱完这首歌,法斯塔的妈妈就去世了 她这一辈子都活得很痛苦 好在在死前的最后时间 女儿陪在身边静静地听她唱歌 法斯塔有一种怪病 一感到害怕就会流鼻血晕倒 舅舅把她带到医院 医生告诉舅舅 流鼻血问题不大 问题严重的是 法斯塔的下体里有一枚土豆 她不愿接受治疗 因为是她自己塞进去的 舅舅说法斯塔小时候在村子里过得很苦 她得的病叫伤心的奶水 是妈妈在娘胎里传给她的 这样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灵魂 所以才会动不动晕倒 医生说 现代科学里没有那种病 我现在和你说的是法斯塔体内土豆 不取出来的话 土豆在体内发芽 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 舅舅不愿相信 她和医生理论 法斯塔得的病叫伤心的奶水 而不是发芽的土豆 自己的外甥女才不会这样愚蠢呢 法斯塔不蠢 只是在妈妈死后 她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母亲认身的时候 被恐怖主义的激进分子强暴了 隔壁有一个女人在体内撒入土豆 躲过一劫 法斯塔相信 土豆会保护自己 但舅舅说 现在年代不一样了 没有恐怖分子 没人会强暴你 法斯塔对她说 你从小就搬到了城里 世界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好 双方谁都劝不了谁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法斯塔妈妈的遗体怎么办 舅舅想埋在家里的院子里 但法斯塔执意 送妈妈回到村子 问题是 钱从哪弄呢 他们去问棺果和运送的费用 比想象中贵得多 大家擦干净妈妈的身体 把她包好 等待下葬 法斯塔决定自己挣钱 不求舅舅 他找了一份大宅庸人的工作 这是闹市里的一株大宅 铁门一关 外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了 管家说 法斯塔下班之前 园丁会过来叫班 一定要看好 是园丁在给开门 现在风气不好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洗完澡 在厨房等着 夫人有需要会叫你 不叫你的话 老实待在厨房 法斯塔很紧张 呼叫铃响了 他怯生生地走过去 女主人正在墙上钉钉子 法斯塔接过电钻 整个人吓得一动不敢动 又开始流鼻血了 他在冲洗鼻子的时候 唱起歌谣 这是妈妈留给他的习惯 歌声可以克服恐惧 法斯塔不愿说话 却经常唱歌 女主人看到了这一幕 不愿地把门关上了 到了晚上换班的时间 园丁在门外 法斯塔让他伸出手 看到手上的老箭 法斯塔才相信 这是一个园丁的手 打开门让他进来了 舅舅说 月底 我的女儿要结婚 这之前 你必须把尸体运走 法斯塔想做大把返箱 加上一个棺材当行李 但是售票员不卖他的票 这可太不吉利了 回到大宅 法斯塔看见钢琴被扔出了窗外 地上是散落的玻璃碎片 园丁说 钢琴即使破碎 依然在唱歌 法斯塔说 玻璃像彩色的糖果 他们虽然没接受过教育 却都知道什么是艺术 女主人正在为没有上台演唱的曲子而烦躁 她是成立的音乐家 下周就要上台了 现在一首曲子都没有 她急得团团转 女主人的珍珠项链断了 珍珠撒了一地 她对法斯塔说 你唱一首歌 我就给你一颗珍珠 你就有钱安葬妈妈了 女孩正在削土豆 只有把土豆皮削得很薄 而且不断 这才是一个值得娶的好女人 今天是舅舅的女儿订婚的日子 有人看上了法斯塔 她走过来搭讪 法斯塔立即离开了 她觉得难以接受 回到家 她发现妈妈的遗体放在床下面 看到这一幕 法斯塔做了一个决定 她同意给女主人唱歌 那天浪荡子过来接法斯塔回家 法斯塔不愿和她一起走 但也害怕一个人走 是园丁帮了她 一路把法斯塔送回了家 还默默听她说了很多话 回家一看 舅舅挖的坑 被孩子当成了乐园 她只是想追法斯塔 快点 快点把你妈送走 法斯塔开始唱歌了 这是她和妈妈之间 最私密的交流方式 把这些歌谣唱给别人听 对法斯塔来说 就像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别人 难过的时候 园丁一直默默陪在法斯塔身边 不多说一句话 给园丁开门的时候 法斯塔把花朵叼在嘴里 这是婚礼的仪式 但是在开门的一瞬间 法斯塔吐掉了鲜花 她还是不允许自己那样做 园丁带了礼物给她 是一把彩色糖果 她伸手去接 却一瞬间 惊慌地撒开了手 法斯塔问园丁 你种了那么多花 为什么没有马铃薯花 园丁反问 你为什么不敢一个人上街 法斯塔说 街上都是坏人 他们会强暴我 折磨我 园丁低头干活 没有反驳 家里的狗一直跟着法斯塔 因为他体内的土豆已经发芽了 身边所有的信号 都在提醒法斯塔 要检查身体 但法斯塔不愿意去 他需要拿个土豆保护自己 法斯塔把所有歌谣 都唱给音乐家 他马上要攒够珍珠了 那天 音乐家的演唱会大获成功 回家的时候 女佣法斯塔高兴地说 看来观众很喜欢这些歌谣 但就是这一句话 刺动了女音乐家的自尊心 她认为法斯塔 是在说自己剽窃她的歌曲 是个不要脸的小偷 但法斯塔其实什么都没说 她连剽窃是什么都不懂 音乐家把她赶下车 让她在大桥上走回去 当晚就辞退了法斯塔 而那些珍珠 一颗都没有给 今天是舅舅女儿的婚礼了 法斯塔没有钱送妈妈回家 她在婚礼上睡着了 舅舅慢慢走过来 捂住她的口鼻 让她看看她自己有多想活着 法斯塔惊慌地跑出去 她来到大宅 把散落在女主人身边的珍珠 都捡了起来 那本就是属于她的 天亮的时候 法斯塔晕倒了 她体内的土豆 严重危害了身体健康 是圆丁救了她 法斯塔第一次趴在男人的背上 他们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医院 土豆被取了出来 法斯塔终于不被束缚了 后来 舅舅决定用自己的钱 送一提到村子里去 路过大海的时候 法斯塔让舅舅停下 她背着妈妈来到海边 妈妈 看看大海吧 看看这片大海 安葬好妈妈 圆丁送来了一盆花 是马铃薯的花 白色的一朵小花 法斯塔接受了圆丁 即使她不再去大厕工作 不再理会那领人作偶的女主人 妈妈的歌谣会一直保护着她 还有那个 为她种马铃薯花的圆丁 也一直都在 伤心的奶水 一点点离开了法斯塔的身体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